毛泽东,我等着你去,姓毛的,你不是好人,你不是好人姓毛的,我许师友不夸你毛泽东,你不是好人,你回来,路总你别走,这是毛主席被骂的最惨的一次,眼前这个口无遮拦的男人名叫许师友,而他刚刚被判处死刑,由于当时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导致许多红四方面军的无辜党员受到牵连,而许师友将军也在阴差阳错之下包含在内,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枪击, 但是唯有毛主席却不顾多数人枪毙意见,将许师友救下,这也让许师友日后变成了毛主席的左膀右臂,许师友出生在湖北麻城县的一个平克农户家中,自幼喜欢武将弄爆,就随着权势上少林寺学习武术,在看到旧中国的黑暗后,许师友毅然决然的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浪潮当中,1928年许师友屡见提供,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营长等职务,之后出任红四方面军团长职位,1932年, 跟随红四方面军出征川下一代,开辟了川下曾举地,到了1933年,许师友更是直接先后担任红九军副军长,红四军司令员,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等重要职位,一直到1934年10月,由于王明伯古等人错误指挥,导致帝武自反围剿战役失败,悲壮的万里长征就此开始,就在长征顺利进行的时候,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指挥下,放弃了川下曾举地, 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冒功继续会师,这时,拥兵自重的张国焘的眼睛也开始膨胀,完全抛弃党性,先是向党中央要权,之后更是在红四方面军的会议上,也有用心的指责党中央,实现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党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名高级战部,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夺权行为,除此之外,张国焘还在四川另立中央,公然分裂中国共产党,而此时,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员也正在密切地关注张国焘的行为,于是在1936年1月,共产主义专门派遣人员前往中国,解决张国焘的问题,明确支持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主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这使得张国焘也陷入了孤立和绝境当中,被迫撤销成立不久的第二中央,随即北上陕北地区,到了1937年, 这一年也是毛主席与许氏友建立很好关系的时间,当时张国焘的错误行为遭到猛烈的批判,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伸手牵连,其中就有许氏友将军 除了不准跟姓毛的说好话以外,其他的话,你都可以讲,你啊,还是个精致,军长,军长怎么了,老子是冒着枪林弹于大天下争来的,不是在姓毛的风的 由于当时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让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都受到了牵连, 纷纷来找许氏友诉苦吐苦水,要求许氏友出面为他们证明清白,而许氏友也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战友无辜的受到批判,当即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但是这一行为在当时有不少人看来,是许氏友在勾结旧部,企图给张国焘翻身的机会,于是许氏友等人就被抓住关了起来 所以才有开头许氏友大骂毛主席那一幕,在狱中关押的许氏友天天吃得好睡得好,丝毫没有把前途命运放在心上 所以这也让很多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许氏友不思悔改,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分子 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许多人都提议枪决许氏友这种顽固派,认为许氏友太过于嚣张跋扈 并且很多人都同意,但是毛主席坚决不同意 他认为许氏友不是顽固不化,而是真的性情 因为许氏友根本就没有反革命的心思,于是就否决了这个提议 随后毛主席还去探望许氏友,但是许氏友却对毛主席还有很大的偏见 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枪毙了,于是就提出要求,要带枪跟毛主席进行一场辩论 看守的士兵随即向主席报告,没想到主席却说道 我毛泽东绝不挂免战牌,把枪还给他,不断准许他带枪,还允许他枪里放10%子弹 就说是我说的,许氏友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震惊 随即一个人拿上枪就去找主席了,而主席这边则是把全部卫兵都撤了 就只是一个人在等许氏友,等到许氏友到达主席住宿以后 主席先是让他坐下,许氏友却说我是死刑犯 主席却说你是我请来的客人,然后就让许氏友帮自己获泥巴 许氏友非常不解,这种小事交给警卫就行了 而主席却说我要亲自获稀泥烧土豆来招待你许氏友 这让许氏友感动不已,知道自己错怪了主席,立马下跪向主席道歉 并且说道我许氏友这一辈跟定你了 主席则是立马把许氏友扶起来,开玩笑的说道 这话有点封建残余啊,不是跟着我,是跟着党 许氏友更是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在之后的战斗中表现的非常突出,也成为了我军不可多得的一位良将 好啊,我毛泽东绝不挂免战牌 他还有个条件,他说要带上自己的枪 满足他的条件,把枪还给他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许氏友在许多历史的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交东,许氏友立批日本军官 毛主席听后也是称赞许氏友是原战将 打红了交东半边天了不起 济南战役许氏友更是非常突出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奉命攻打济南城 这场战斗难度很大,而且意义重大 因为济南城不仅是国民党在山东境内的最后一道防线 还是连接华东和华北战场的重要枢纽 最终,党中央决定将这次战斗交给许氏友指挥 同时将战场划分成西线和东线 但是在1948年9月10日,许氏友到达济南前线指挥部后 在指挥作战方面的问题就和素玉产生了分歧 当时素玉针对济南战役提出了三个想法 分别是为点打员先解决援军 全力攻城先拿下济南 以及一边打员一边攻城的想法 三个想法中素玉倾向于第一个 因为他决定以防兵力占优势 攻下济南城不是问题 在这一前提下应该尽量扩大战果 可是许氏友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过攻坚济南城这种大城市的经验 唯独当时临坟战役可以接见 可这两座城的规模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再者说了,当初我们打临坟就花了72天 如果这样打济南,时间会更长 最终,素玉也是考虑到许氏友的思量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两人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妥协 最后得出这样的结果 具体要攻城还是打员 要是对方的援军速度来定 如果攻城顺利,敌人来的也非常慢 那就先拿下济南城 然后再打击敌人的援兵 如果攻城遇到阻力 并且对方援军支援的较快 那么就打完援军再攻城 此时的素玉和许氏友已经在战略上形成了统一 而负责攻城的西集团军与东集团军 也在9月9日到13日之前 陆续朝济南方向硬币开进 除此之外 我军甚至还在战役正式发起前 动员50万民工 对武器弹药、军装、医疗等进行了补充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子欠东风 1948年9月16日午夜时分 随着西路集团军正式发起冲锋号 激烈的济南战役正式打响了 最终在9月24日彻底攻占济南城 全间敌军10.4万余人 王耀武等国民党将领 更是被我军直接俘虏 这一场硬仗只用了8天时间都打完了 可见毛主席救下许世友 也绝非心血来潮 而是一个明知正确的选择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